三连点关注身体健康一夜报复 这里是24年冲击80万粉丝目标的up主角月灵 这一期我们来浅谈最近一些比较离谱的瓜 那么先生们由于是吃瓜百科 所以聊瓜可能是讲究多而不细 如果各位对哪个瓜感兴趣 讲到这个瓜的时候 麻烦弹幕留言一个 这个我们就挑讲全眼恶人系列的之后 就细讲这一部分的瓜 首先一个比较小的瓜 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一条小团团被捕的消息 从今天开始我要停播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停播 我感觉我说得像 好像跟我的逼迹很不大 我感觉我说话像开玩笑 其实这瓜 我曾经做过两期节目 讲的已经比较详细了 对于这个结果 比较搞笑的一点就是 同样有一样性质的抽卡行为 为啥只有小团团变成了小球球 而像一些现在都不敢站出来 发声的前职业选手 没事就发几声猪叫的顶流主播 却可以在背后举报我的视频 让我删除有关于他的部分 我搞不懂 我个人认为既然都有涉赌行为 那么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就应该是一波大清洗 你这你整的好像是派出了一个代表 我认为受罚一样 在这里过于连我猜测 为啥目前只有一个小团团被捕了 很有可能这里面有更深一层的猫腻 比方说上一期我们讲小团团 偷漏等等问题 恕罪并罚也不一定 总之小团团你也别团了 直接就变成一条小球球吧 是吧 在里面好好重新做人 快钱好拽也难花 美丽的东西往往伴随着 都是危险的到来 就看你能不能抵挡得住 它散发的那种诱人的贵魅气息了 对望在我的直播生涯 然后不管是对粉丝 还是对一切的事 我都希望我能做到问心无愧 不忘初心 那么这个事吧 其实已经差不多冥枉了 结果呢 还有粉丝你妈在这喜呢 大致上说是小团团 不知道抽卡是赌博 大家都在抽 所以我家团团也抽咯 这话说的 那别人都揍你 是不是我也可以揍你 对不对 你一个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团队是干啥吃的 做事情之前 不应该先调查清楚吗 制定相关策略吗 显然的 和尚摸得 为啥我摸不得 这钱来的太快了 大不了大家最后一起承担 毕竟法不择众嘛 结果择不择众不知道 你先进去是肯定的 所以啊 各位 凡是觉得法不择众 就可以违法乱纪的那些人 一定是聪明反备聪明物 因为法不择众 最后往往的结果 就是杀鸡警猴 已经校友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例子 当然我不是说就该杀鸡警猴啊 我巴不得这些所谓的头部主播 只要违法就应该逮进去 但是这里面的水太深 那我们就只能静观其变 先就着目前流出的信息评论 小团团的下场呢 只能说明违法的时候呀 不要抱着什么侥幸心理啊 你只有做好你自己 遵纪守法 深重不怕影子鞋 抵挡住 飞来诱惑 才不会让这个诱惑变红祸 我想小团团在里面 踩缝纫机的时候 应该会误到这些道理吧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扣一 心疼小团团的扣二 不过我刚才说了 还心疼 那就传说有病了 甚至还有私信 我说小团团甚至是斗鱼射毒 都是子虚无有的 都是莫须有的 借着由头有人要搞斗鱼 还给我讲什么魏忠贤的例子 这当时我也没生气 就一个魔装人吧 是不是 被整的脑子都不太正常了 他说这个话 我都懒得反驳 反而我就觉得啊 这几年一些讲历史讲明著的人啊 都喜欢往这个暗黑像 厚黑学里面解读 有自我判断的人 听听乐子也就罢了 就害怕像这样的魔装人啊 听完了就觉得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什么都是暗黑像的 是吧 有内幕的 见不得人的权力斗争 结果呢 事实证明 这暗黑像内容看多了 确实是会影响到一些 心智不成熟人的思维方式 所以各位啊 就面对这些内容 你当个乐子听你就罢了 房间传闻啊 我们也就图一乐 是吧 开心才是最主要的 何必把这些资本 批量生产的垃圾明星网红 当成自己的人生信条呢 不知道 那么你们觉得 小条男冤得扣衣 不冤得扣缝纫级 下一个瓜呀 说最近天津那边 搞了什么一个音乐会 请了一个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 一个甜性宝导女歌手啊 在老妖婆事件后 直接就跳反 他装他也不装了 他就是他那个动态啊 哪怕是个啥 他也能看出来 他究竟在阴阳怪气什么 可是就是没法子呀 依旧有粉丝洗地 原则都不要了 还好 这个消息一出 抵制的声音 大过支持的声音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此明目张胆的 违反我国基本原则的 一个劣迹艺人 审批音乐节的相关领导 是怎么就非要批了这个 就非要用这个艺人呢 这是个问题 如果 第一 这相关领导年纪大 他不追星 这可以理解 但是 他就要为这次用人失误 承担所有的舆论压力 事实证明 天津文旅明显的顶不住 是吧 他把评论区设置了 进粉丝评论了 第二 如果相关人员明知而不犯 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我们在国际上 更会被人看不起 我们的包容尊重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对 那些我们血浓于水的 认可我们的家人的 而不是那些 一边挣着大陆的钱 一边撒娇 称呼毒子们 为网军小呼吐蛋的 两面派墙头草 是吧 更何况呢 这次还是一个 已经公然跳反的女艺人 你还要用 所以就要看看 天津音乐节这边 怎么处理吧 如果这个甜性艺人 依旧出现了 那这个东西 可就太讽刺了 是不是 官方背书一个 有跳反时锤的图子 也不知道 是在打谁的脸 总之 现在甜母的粉丝 就懂着这次活动 要为甜母翻案 是吧 之前的信仰也好 是吧 阴阳怪气也罢 还有这个歌曲 李导等等 这种种的行为 就等着这次结果 一切都可以 依据官方认可翻案 简直就是荒谬 那么你觉得 这个甜母 有问题的扣一 没有问题的扣二 好了 我们下一个瓜 小瓜 就是经常关注 魔玩圈子的 应该知道 阳台哥 作为一个网红 因为其影响力之大 逐渐的就从一个 玩家变成了一个厂商 就开始制作一些 日漫模型 大多都是一些 窘形 GK 对于我来说 那么我看着 那个质量是挺好的 可是 我也就是看看 对不对 对我来说 价格挺贵的 我还是舍不得买的 那么各位 有废弃的手办模型 可以送给我 我觉得这比我 直接去抢 要好很多 那你看 我都这么客气的 向你要了 你还能不给我吗 是吧 开个玩笑 结果 杨台哥因为过硬的质量 过高的价格 超高的人气 以及没有版权的模型 成功的做大 做强 做进办法 被举报了 然后去配合调查 但是郭玉玲 我个人认为吧 这个侵权是肯定的 现在国内做这些 IP模型的 大多都是打擦边 钻法律漏洞的 这次杨台哥被调查 一点也不冤 毕竟拿别人 未经授权的IP 赚自己的钱 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 而且这次杨台哥的翻车 里面很有可能 涉及一些同行之间的 商业手段 比方说什么杨台哥 把这个模型的价格 给打下来了 于是就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是由于这些就太偏向圈子了 我们就不细讲了 毕竟观众中有好多不是交老的 他听不太懂 可是杨台哥进去 许许多多预定了他手办的人 可就傻了 杨台哥工作室被清了 以及交付的定金都推不了了 这里面有很多交了几千定金的人 这一下子全都圈住了 那么还是希望有关部门 在查抄杨台哥违法所得的时候 还是要考虑一下受害者定金的问题 是吧 能退就退 但是我觉得杨台哥 要是把这些定金都用于投入再生产了 那基本上就退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你觉得定金能退回来的口一 退不回来的口二 下一个瓜就更勾血了 说最近有传闻说 李晨跟大宝贝好上了 对 你没有看错 就是他俩 这瓜一看就是假的 但是有瓜友说 不 这年通越离谱的瓜 越有可能是真的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李晨的背景 就不可能允许有一个污点女艺人作为伴侣 这种情况发生了 你想想 就是当年都到了谈婚论嫁了 是吧 跟那个范某 结果人家一出事 李晨嘴上说着容忠于共 实际上公诉分手 万花从中国是片叶不然人 主打一个爱护羽毛 是吧 心形石头可以乱送 但是话不可以乱讲 找大宝贝百害而无一例 那么就得回头看看 这个事是怎么个事 原来这个热搜 是源自于一个营销号 其称李晨大宝贝十年友谊变爱情 说的内疚一个真的 但是事情下方却标注 内容纯属虚构 仅供娱乐 那这叫什么事 结果就目前为止 当时男女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声明 就是我想 我要是他们 我也不发声 李晨八百年上不了一次热搜 总是在各大主流电影当中 硬是蹭出了一个百亿先生头衔 票房号召力 那有那玩意吗 有谁会因为李晨去电影院 买票看电影 你们有李晨的粉丝吗 有的口译没有的口二 反正我是不会 我就觉得李晨的演技太板了 也没有什么可塑性 百亿先生 呵呵了 所以李晨难得上一次热搜 那大宝贝 就更不用说了 是不是 他现在最需要 他现在就是最需要热度的时候 毕竟他现在沦为了上不得台面的软风艺人 他需要热度打开这个突破口 否则他就真得滚回港鱼了 那可真是丢人丢大法 这里面唯一的问题 就是他们会不会事后找给他们提供这个颇添热度的人的麻烦 这种过河拆桥难看的吃相在娱乐圈都为人和不吃 但还真有人干 没错 这个人就是白春山 说到白春山啊 是吧 最近比较抹着 是吧 我本来都没打算做这个瓜了 毕竟娱乐圈有点小心机 为了博出位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你明星合照的时候都会露一下心影一下眼球嘛 我觉得这点小手段一点问题也没有 白春山也是 所以我觉得这没啥意思 就一直也没做 但是现在他要血洗小破绽 这个我就感兴趣了 对不对啊 那么为什么我觉得感兴趣呢 因为有问题啊 刚才说了白春山耍心机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他真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都支持 但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时间 你想想这个东西它发生在2月 最火的时间也就是2、3月 这期间白春山还上线了一部电视剧 如果白方真的很在意网友对于春山事件的讨论 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制止呢 你要知道明星的法务 甚至是网红的法务 他们的行动速度都是很可怕的 就我接触的最晚5天之内就能找到你删稿 最快的是4个小时就找到你删稿 就明星的法务团队为了遏制负面舆论产生与传播 他们是很用心的 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呀 那么问题就来了 你热度最高的时候你不高 等一切尘埃落定了 热度你都吃干抹净了 是吧 你也没什么热度了 你再高 这叫什么 这就叫不合规矩 是吧 吃饱了就骂厨子 同意的扣1不同意的扣2 而且春山事件呀 大家顶多都在吐槽你的小心机 是不是 没有什么人身攻击的 也没有人传你的绯闻 但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有你白春山这么个艺人 告诉大家你是谁 那么如果你不愿意有这种传播的速度 你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 是吧 说我不是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们诬陷我 我要告你们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没热度了 出来巴巴 那我就可以认为 你白春山 你这是看热度没了 又想搞点事情 来告小破绽 增加你自己的热度 那这样的话 你的法务就可以去吃屎了 对吧 毕竟你的流量 源起于小破绽 你说你在种这么一出 小破绽成了被告了 谁还会去给你宣传呀 木音吗 你这波吃完了流量 就过河拆桥的行为 哪个平台还敢给你机会呀 所以我说 有些人天生 他就没有大火的命 你知道吧 他自己把路给堵死了 你春山是一件 让人知道你有心机 你血洗破绽 让人知道你过河拆桥 所以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呀 白春山这辈子 只能做一个小咖 而且只会越做越糊 同意的扣一 最后做一个预告吧 在薛之谦演唱会上 本来是一个互动环节 却意外的炸出了一个恶心的事 说是在一个互动当中 镜头扫到了一位女子 然后就是老薛跟他互动嘛 前面还好 但是问到这个女子 你几个人来的呀 女子回答一个人 你看他侧脸还不够 他要正脸再比划一根手指 你这黑头 黑头发 黑到这种程度 还能脸看上去很精致 很古典的 很不容易哦 美女 那个纹身是纹在 是用钻石伤在肉里的吧 没有啦 你是刚刚贴上去的 对不对 你几个人来的 你左边两边你都不认识 你会他们卡在中间呢 哦 你是一个人来看我演唱 哇 其实我不知道哦 一个人过来看演唱 会算几集孤独 算几集孤独的 姑娘最近应该是有心事吧 好吧 没事了 那祝你心事越来越少好吗 好嘞 很高兴见到你好 谢谢您 拜拜 看看这边的美女 天哪 真的太好看了 然后旁边的大哥 顿时没有了什么表情啊 前点还有说有笑的 后点就全是默然 他就面向女子嘀咕了几句 我们也听不清是什么 大概也许是不是在说 我是不是人呢 结果这个事就引起了全网热议 那么究竟网友对这个女的说什么了呢 为什么薛之谦也被脱下水了呢 为什么这个事会被质疑是剧本呢 那么这件事就只能在下期 全员恶人片给大家细说了 一见三连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